澳洲政府已確定有63項技術不允許外資主導 包括新進網絡、基因學和新型抗生素等 首先將重點支持9個項目 排在第一的是量子技術 莫利森強調要確保全球科技研發的規範 反映自由民主的價值觀 真正以大眾利益為根本 這些技術是安全、安全、安全的 在他們的目的目的中心中 是最重要的 提供運動環境的需要支援運動環境 最近幾個月 澳大利亞政府承諾 將花費數十億美元實現經濟現代化 並通過提振關鍵礦產資源等行業 來減少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 新唐人記者趙鳳華 上鏡 綜合報導 詞文字幕提供